MING PAO TORON 嘩!這個真的是你來的 你去韓國交易的時候是不是做完用來的 有時出入境的時候 職員就要問我叫什麼名字 還要拿假整 18歲就是9年前 當然會變 不要緊啦 那你換身智靈身份證的時候 就可以再拍那張漂亮的 蛤?正景相最容易揮露的 那又是 不過不怕 你可以問一下化妝師有什麼技巧 Skyla 接下來我就要拍一張黑白色的正景相 因為要換身份證 但是要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正景相拍出來最漂亮呢? 嗯 我現在可以看到 PRISCLA你已經化了一個很基本的底妝 眉妝也有的 但是由於正景相和黑白色的關係 我覺得是容負方面 還有眼妝、唇妝方面 都有事情要留意 那眼妝方面其實有什麼特別注意呢? 嗯 因為現在都比較流行一些 有些坐妝 例如有些人會化一些 橙色、紅色等的眼妝 但是太深色的 smokey eyes 那些就不適合在正景相中出現 因為它黑白上影出來 就會好像眼黑色在眼面 所以我們應該化一個 自然一點的大眼妝就足夠了 在硬影的人色方面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 自然一點的大地色系 例如淺啡色的 在眼尾的部分 也可以省眉深色一點 做一些大眼的效果 眼線方面 我們可以先畫內眼線 這樣的畫法 我們看上去就會看上去有自然延長的效果 又不會看上去眼睛 都沒有精神 順便可以稍微用淺一點的遮瑕膏 這樣提升 視覺上就算不少也會有微笑的效果 另外我們也可以用淺色一點的遮瑕膏 做一些highlight的效果 我建議我們可以塗 Coral色也是OK的 可能塗一些粉紅色 自然一點的唇色 讓它們看上去不會沒有血色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化好的妝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妝長長一點 基本上 首先化妝之前 都應該要用一些底霜 因為妝會長長一點 另外有些紅蓉的底霜 都可以控制出油的 而我們完成妝之後 當然就可以用這個碎粉定妝 我們可以打遮瑕膏 可以稍微落深一點也不怕 因為到時的紅蓉會比較突出 那男士妝容方面呢 主要都是偏向自然和精神就可以了 那重點呢 一定要化整齊一點的眉 那我們現在就收一收眉 那梳眉方面呢 我們要注意在眉頭和眉頭中間之間的雜毛 眉山對上 然後眉尾多出 以下這些雜毛全部都收了它 我們也可以用自然一點的眉粉 填補一些空隙的位置 然後可以用眉刷 輕輕刷一刷它 那底妝方面呢 那底妝方面呢 男士如果不想塗粉底液太厚重的話呢 都可以在重點部分做遮瑕就可以了 那在做遮瑕之前 我們都可以塗這個makeup base做打底 我們可以首先塗這些暗瘡的紅影先 我們可以拿一些貼近膚色的遮瑕膏去做這個遮瑕的 很多男士塗完鬚之後呢 這些鬚根位置都仍然比較明顯的 由於它是比較偏青色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偏紅的遮瑕膏去修補 由於眼底都比較容易乾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薄一點 偏橙色的遮瑕膏去做遮瑕 那最後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碎粉做定妝 因為如果我們拍照的時候太有光澤 有可能會刺出油的 所以我們要這些重點部分 都要做多些定妝 換領新智能身份證 可以經過網上或電話系統預約日期 亦都可以透過網上系統 或者手機應用程式 事先填寫了解 去到換領中心之後 可以用這部機拿醜 留意大堂螢幕醜號指示 去到指定的登記室拍照 只要根植完指示 望著前面鏡頭就可以 可以 拍正片照的時候 記得避免穿淺色衣服 避免戴粗髮眼鏡 彩色又有放大效果的隱形眼鏡 女士們亦都要避免濃妝 戴頭色和耳環 即圓回拍兩張相比申請人比較 如果覺得兩張不滿意 可以提出要求再拍一次 可否再拍一張呢 可以 那你要選一張是保留的 這個妝同樣適用於護照上面 入境事務處上年增設了自助機 市民可以最快五分鐘內 完成換領新護照的手續 只需要跟機上的指示 完成每一個步驟 如果大頑固 要小心頑固 反光 下雨明星期五ぐ Hopkins awake 好 哦 哦